我們主要喝的水是寶山水庫的水 寶山水庫的水再到自然水公司加工 321 這個計劃是希望六年級的學生可以先有自主學習的能力 當他都學習完成之後可以有傳承給中低年級的小朋友 然後在自主學習的這個部分 小朋友有進行的像是Canva的簡報 然後也有像是拼圖的著色以及翻翻書 那你回家會跟家人分享你參加的這些課程嗎 會啊 那你會怎麼樣分享 我會拿這些簡報 然後去跟他們分享我做的過程 不要亂交的水要害護海啊 你回家會跟家人分享今天的課程嗎 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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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